还要来关系农业发展 农委会台湾制茶总厂 近几年积极推动茶产业机械化 与瑞瑞无科茶区并列为花莲茶产区之一的 玉璃赤科山与富里乡的六十淡山 近几年来茶农也是饱受了缺供的问题 而现在农政单位辅导推广机械化 各个是高度性质 不过碍于高山山坡的波度地形限制 要进入到机械化生产 茶农摇头表示 恐怕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瑞瑞香武科茶产业蓬勃发展 近几年不少年轻茶农更是打到阔府 跟着农耕机械化的趋势 添购相关农耕机具 大步朝向茶产业机械化生产来前进 以花东地区来讲 今天我们的瑞瑞的茶区 就有两个茶农朋友 有采购这样子的一个植茶机的一个部分 那在台东的部分也有一台 不论是喷药机还是修剪支车 或者是砍草机器人 取代了人工 轻松穿梭在茶园茶树行列中管理生产 而同样也是花莲茶产区之一的 副理项六十淡山与玉璃镇池科山原区茶农 即便是想投入机械化生产 但碍于茶园未处高山山坡的地形限制 要机械化生产管理茶园难度相当高 这个适合平地山区都有坡度 坡度的话大型机械化没办法上去 对 那现在如果面临缺工的问题怎么办 没办法 一定如果这样缺工的话 一定是山上先淘汰掉 在想尽办法解决这种问题 那到我们这种第二代第三代的茶农 一样就是以后就是有产生这种人工的问题 会比较困难一点 所以它这种机械化的产区 茶园产区 还是以后还是可以 如果要新种茶园的话 可以考虑这样子的种植方式 虽然难度高 但受到缺工的冲击 高山地区茶农 仍期待在相关机械科技的改良下 进一步来突破地形上的限制 而台茶改良总场 除了是基居优惠补助 厂长苏中正也进一步表示 茶改厂也将派员现地勘茶 协助改善 辅导茶农 朝机械化生产管理茶园的目标来迈进 记者石玉兰瑞士采访报道